一開始就看到美國不斷想要圍堵中國大陸 尤其怎樣 想要把他包圍在第一島鏈內 但是中國大陸的海軍早就突破了第一島鏈 而且來第二島鏈 第三島鏈去了 現在美國又有新招了 說要在關島設陸基的中程飛彈 圍堵中國大陸 真的有效嗎 你以為東風26是怎樣 是吃素的嗎 現在看到是美國太平洋陸軍發言人 他說 這是日本經濟新聞說的 美軍明年在印太要部署 陸基中程飛彈 要提升對大陸的嚇阻 那這是自冷戰結束以來 首度建議中程飛彈的庫存 然後第一島鏈附近的延伸 那要幫助沖繩台灣到菲律賓的第一島鏈 那要放什麼呢 標6 還有包括戰斧 大概射程500到2700公里 然後卡內基這個研究員就說 這個可能要放的地方就是關島 為什麼放關島 因為連這個菲律賓跟日本也沒有犯傻 都不願意放這個中島的地方 因為就會變成解放軍攻擊的目標 尤其是中國大陸導彈 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這些都有相關的 東風飛彈 比如說東風26就是瞄準你關島 更別說還有呢 這個夏威都導得到 中國大陸當初在發展 中程的彈道導彈 因為美國跟俄羅斯 為了避免彼此因為誤會 相互產生毀滅性的攻擊 所以彼此之間對於中程的彈道導彈 有了一些限制 那中國不是在這個合約國內 所以中國在發展中程的彈道導彈 那為什麼俄羅斯也好 美國也好不反對呢 是因為中程的彈道導彈 它打不到美國的本土 那也對於俄羅斯的這個 莫斯科那邊不會構成任何危險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中國大陸就用比較多的力量 在發展中程的彈道導彈 那發展的目的事實上是防衛性 我們叫做積極防禦 也就是說建立一個區域巨子的 一個打擊能力 那這個區域巨子的打擊能力 基本上就是以航母 作為一個假想敵 還有以關島 以這個其實還不到夏威夷 因為夏威夷還更遠 那麼作為一個假想敵 包括對於日本 對於韓國 對於菲律賓 關島等 它建立起一個包圍圈 建立一個 應該講不是包圍圈 就防衛圈 反介入跟區域巨子的圈 對 就這樣子建立一個圈 那也就是說你美國的航母 如果要攻打中國大陸 你靠過來的時候 那中國大陸已經可以有效的 把你擋住 可是它對美國的本土 不會構成威脅 但是 今天美國的中程彈道導彈 的發展技術是落後於美國 落後於中國大陸 而你美國如果把這個 中程的彈道導彈 放到關島 或者是澳大利亞 或者是菲律賓 你等於是直接威脅到 中國大陸的本土的安全 為什麼 因為中程的彈道導彈 除了裝一般常規彈頭以外 他一定可以裝核彈頭 一旦裝核彈頭對中國大陸 一定會構成直接的 這個安全上的和毀滅的威脅 那各位想想 中國大陸面對美國這樣的一個做法 除了這個紅旗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以外 您認為大陸會怎麼做 大陸當然就變成被迫它要開發 這個直接可以威脅到美國的本土安全 而且效果一定不能夠低於 中程的彈道導彈的這個效果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中國大陸要建立起 超高音速的洲際的彈道導彈 那就勢在必行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建立起空機跟海機 也就是以核動力潛艦為基礎的 那麼甚至建立空機 空機中能不能建立 把大量的AI使用進去 然後例如說用全天候的 例如說太陽能的 這種巡翼在臨近太空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對於美國的本土 進行不間斷的巡航 得這種核攻擊 我覺得這個也是時代必行 所以中國大陸未來 要對於美國的國土安全 直接構成致命的 而且是無可挽救的 這種打擊 大陸絕對一定要發展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當美國一旦把 如果按照日經 因為日經的是很幼的 日本的媒體 非常幼的 軍國主義的餘毒的這個媒體 如果說它的報導屬實 而美國真的要在於亞洲這個地方 建立忠誠的彈道導彈 來直接威脅中國大陸的安全 跟生存的話 我相信美國這個決策 真的是犯了嚴重的大錯誤 因為中國的核導彈的數量 一定會大量的發展 第二個 載具這個部分也一定 尤其是洲際的彈道 還有各種方式的發射載具 一定會想方設法的發展 讓它能夠搭載 中層的導彈 以及洲際的導彈 那這樣的話 對於你美國本土 有什麼好處呢 對 所以我個人認為 美國這樣的做法 這個戰略上真的是 幼稚 短淺 短視 而且又給美國自己帶來 安全上的威脅 對啊 其實中國大陸 都是防禦為主 就算他有核武器 這他也表明說 他不會做第一級 他都是防禦的這一塊 好 那你美國呢 以前他中國大陸 做了所謂的 反介入跟區域舉止 就讓你呢 不會呢 來到中國大陸家門口挑試 不敢 真的航母開進來 如果開戰的話 結果你現在把呢 這個中島放在這邊 那中國大陸 第一個能夠打關島的 這個東風導彈 非常多 東風26 那如果說你看 這些國家也不太敢放啊 日本跟菲律賓 你真的會犯傻 跟你放中層導彈嗎 第一個打 這個 日本馬上就打得到 菲律賓也打得到 因為都已經能夠打到這邊了 你這個當然是戳戳有餘 所以呢 這兩個國家一開始都說 我們啊 不想要放這個東西 但是會不會被美國的壓力 最後真的會有點傻乎乎嗎 引發大家的討論 然後呢 張軍社老師就說 這真的對地區和平 跟穩定構成很大威脅 你會威脅到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那俄羅斯也不是吃素的 好嗎 另外再來看到 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佛林 他之前也說 明年要在亞太地區 部署新的陸基中層飛彈 嚇阻中國大陸 好 來打擊台灣 吳謙就說 真的是危害了 地區安全和平穩定 美國的軍人放言高論 動不動就威脅他國 這個是美國軍人慣用的手法 那美國的軍隊怎麼保護自己的安全 就是建立在這種威脅震懾上面 那美國的震懾的方法就是對 弱小的國家 比較小的國家 那麼不預警的就出手去攻擊 這是美國人常用的手法 可是他對於大國像俄羅斯 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大國 他就是一張嘴而已 他那張嘴的嘴炮是很強大的 也就是每天放狠話 但是你想想看 在南海這個地方 當解放軍展現出強大的意志力 跟決心的時候 你看美國的軍艦 基本上來講 都是剛開始表現得很強 可是當你都開始準備要擦撞的時候 也就是所謂的 膽小鬼遊戲的時候 他又跑掉了 例如說他要侵犯你的領土 領海的時候 他通常表現得很氣勢洶洶的 可是當你開始硬切他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又跑掉了 美國永遠玩這套的遊戲 那對於美國的軍方 坦白說那麼講狠話 中國也不會怕他 那中國不需要跟美國一樣 學會講狠話 中國只是說你來試看看嘛 來嘛 來試看看 那你放 我就有辦法摧毀你 你敢借助台灣的事情 我就有辦法把你擊敗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簡單的事情 解放軍也不是吃素的 在朝鮮戰爭的時候 解放軍打了美國 也沒有討到任何便宜 而且美國是以代監的武器差 都沒有打 都沒有討到便宜了 現在武器的差距 已經越來越縮短了 甚至有些領域 中國已經超越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何懼只有 而且美國的軍人當兵 是為了拿錢養家活口的 中國人當兵是為了保家衛國 這是很大不同的 對 所以你看 美國在中國大陸家門口 其實真的被說 逃不到任何便宜 所以台灣真的要特別注意 怎麼跟中國大陸相處 而不是真的被捲入戰爭當中 因為美國恐怕 賴老師說 膽小鬼遊戲 到真的要開戰的時候 他跑得比誰還來得快 另外再來看到 美國現在也坦誠說 很擔心中國大陸這三種武器 這是因為他跟AUKUS建立聯盟 要發展這些武器 發展這些武器對中國大陸 就代表他們擔心 中國大陸這些武器 胡錫進就說了 美國現在擔心 中國大陸三樣東西 第一個呢 中國有能力摧毀美國的太空偵察 跟導航衛星 這當然是北斗這個為主 還有中國大陸高超音速的飛彈 高超音速武器 東風系列的 還有呢 這個很多的水下的潛艇 這一塊 除了呢這個 096 95 94 這些都引發大家關注 另外再來看 因為AUKUS三國 要建立一個 什麼陸基雷達增強空監獄的意識 看中國大陸導航的這一塊 另外提高探測追蹤 跟識別升空物體的能力 第一個雷達在2026年西澳洲要建造 另外呢要看重到潛艇的部分呢 要用AI演算法 安裝到P8A的反潛巡邏機上 這當然就是要偵測中國大陸的潛艇 澳大利亞這個國家 一直不停的在犯賞 它一直認為說 我把安全跟經濟把它完全切割 那中國大陸一定會買單 它認為是這樣 那這個最主要的基礎是建立在 第一個 它不認為它是亞洲的國家 它是歐美的國家 可是歐美的國家一直不把它認為 它是歐美的國家 它是亞洲的國家 第二個 它為什麼會認為它是歐美的國家呢 是因為它是安格勒薩遜族 它不是這個亞洲一的黃種人 所以它一直不認為它是亞洲人 在這樣的心理下 它的安全觀就建立在 美國的安全觀底下 既然建立在美國的安全觀底下 它就不考慮它自己 其實跟中國大陸沒有地緣政治的矛盾 對啊 它就建立在 它要擔任美國的起手 美國的這個前哨戰 那這樣的話 它就讓它自己陷入了 跟中國大陸直接爆發衝突的矛盾點了 那一旦是如此的話 你看澳大利亞 它又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大陸 所以它一手批命想賺大陸人的錢 我再跟各位報告簡單的講一下 澳大利亞養活自己 跟中國任何關係都沒有的話 沒有問題 但是可以過小康的社會 可是澳大利亞人要富裕 要過現代的生活 它就必須要跟中國大陸有貿易 對啊 因為中國大陸是它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而且每一年讓澳大利亞賺很多錢 讓澳大利亞富裕賺很多的錢 這代表澳大利亞的政府的稅收 很大一部分就是來自於中國的貢獻 他的稅收拿到這麼多的貢獻 他卻把那個稅收拿了很大的一部分的錢 這一次又燒掉20億美元 來購買這些先進的雷達的設備 然後再用這些設備 然後再用去裝這個 AUKUS的核動力潛艦 來威脅中國的安全 各位想想 中國是冤大頭嗎 我一方面給你賺錢 你拿到我賺了錢 你就去買武器 來威脅我的安全 這是什麼邏輯嗎 但是澳大利亞卻一直走這條路 那這條路走下去的話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就很能正常化 也很能健康的發展 現在的情況是 怎麼樣走到大陸忍無可忍的時候 那當然就會再度出手了 那再度出手 那你澳大利亞 又要在那邊叫了半天 我覺得以目前來看的話 澳大利亞目前的做法 看起來是要一路走黑走到底了 為什麼 因為這次買的是幫美國 英國去探測中國的軍事活動 包括監測低軌衛星3.5公里左右的 這些監測戰 也包括對於這個聲納 或是AI來去反潛 我認為中國大陸 目前來說要跟美國較量的 已經又進入另外一個新的領域 也就是怎麼樣把AI用在武器上 你看美國人的虛偽性 美國人有多虛偽 他一方面跟你說 哎呀我們兩國政府應該來談一下 怎麼樣不要用AI 就怎麼樣能夠讓AI不要用在武器上 他一直要拉著你 可是他二方面他就繼續在推動 投資 這個就是美國人政府的慣用的手法 就一方面想用 不要把AI發展武器 用這個法律來框住你 二方面他卻不斷的發展 不停的發展 例如說他透過投資 讓澳大利亞讓英國再發展 其實美國人一貫如此 一方面跟你簽條約 二方面繼續發展 對俄羅斯就是這樣 所以他的防導成功了以後 就把條約撕毀 同樣的道理 當他的AI用在武器上 超越你的時候 他就把條約撕毀 所以我個人認為 中國大陸一方面 跟美國繼續簽條約 二方面繼續發展AI 在武器上 一點都比較手軟 速度也比較減慢 而且要跟他比快 對 當然要比快 所以因為美國 常用這種方式 譬如說天天指控別人 什麼核擴散 那這個AUKUS 不就是在核擴散嗎 這是雙標 你就讓他講 然後你就跟他一直玩下去 根本不用管他 對 跟他一起 來看看誰的底氣比較足 時間是站在中國大陸這邊 年四年就換一個政黨 亂來亂去 好 另外再來看 我想問賴老師是說 美國是不是也坦承說 擔心中國大陸這三樣的武器 高超音速武器跟潛體 還有這個包括衛星導航 這些相關的問題 另外Politico也說 在跟中國大陸這些競爭 高科技軍備競賽當中 美國國防部真的也開始擔憂說 我們好像有些領域已經落後了 譬如說他的反應能力 還有這個製造的武器的能力 都說慢了 他說傳統的國防承包商 無法用必要的速度規模跟靈活性 應對現代的衝突 中國大陸在過去30年已經成為造船 關鍵礦產 還有微電子領域全球的工業強國 中國大陸工業不僅大幅超過了美國容量 還是歐洲跟亞洲盟友的總和 您剛剛提到了就是胡錫進所說的 這個超高音速的導彈 這個確實中國大陸是領先的 例如說你說反導衛星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北斗定位 中國大陸早就建立起多方式的 那麼擊落這個美國GPS的這個能力 美國自己也知道 中國大陸完全具備有這個能力 而且中國大陸由於自己也能夠 發展出這個GPS 而且中國現在也在走這個信念 未來在低軌衛星中 會發展出更綿密的這樣的一套系統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的話 美國在過去佔有絕對優勢的 它已經完全消失了 那水下的潛艇 以目前新式的潛艦來說 美國的海軍他們的研究員也承認 這是美國目前偵測不到的 096 095 對 095的將或者096 一個是攻擊的核動力潛艦 一個是戰略型的核動力潛艦 美國現在未來 現在跟未來都越來越難偵測得到 這個就是讓中國大陸 也具備有足夠的一個優勢 好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 兩國之間如果一旦交戰 那就是一個總體戰 也是一個比較耗死的長期的戰爭 那這個總體戰跟耗死的長期的戰爭 我們就看一下 美國由於它在過去 它打造一個全球的生產供應鏈 所以它的國內的很多的生產製造業 他們就認為說他們沒有必要 把這些工廠設在國內 他們只要掌控關鍵的零組件 以及掌控這些先進的設計製程 所以它把它的大部分的 這些生產製造就外移了 有到韓國去 有到日本 有到大陸 有到台灣 有到越南 有到印度等 它就把它移出去了 有岸外包 對 有岸外包 它移出去以後 那中國大陸也藉這個機會 從台灣 從美國 從日本 從韓國 從歐洲 很多國家的生產製造業 都進入中國以後 中國就學會了全世界的生產製造業了 有德國的重工業 有日本的 有美國的 有法國的 有台灣的精密製造等等 所有的中國大陸都已經學會跟掌握 那中國大陸很知道生產製造業 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的基礎 所以就沒有讓生產製造業 在中國大陸的土地 開始在價值在攀升 人工的成本在攀升的時候 讓它大量的移到 這個越南或是印度去 而是讓低技術含量的 然後高耗能的 然後高人力成本的 把它移出去 可是中國大陸還是維持一套 完整的工業體系 這套工業體系 大陸額外珍貴 額外珍惜 所以我們看 如果未來兩國要交戰的話 美國很明顯的 它的國防工業的生產製造 沒有辦法滿足大量的消耗 而中國有能力滿足大量的 武器彈藥的消耗 那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美國怎麼可能跟中國 進行一場這種大規模的 消耗的戰爭呢 如果美國沒有辦法速摘速決 贏得了這場戰爭 那這場戰爭打到最後 美國是必敗無遺 所以如果要速單速決 贏得這場戰爭 你就不能排除 美國會在第一時間 使用殺手劍 那也就是使用核武 那所以中國大陸也要預防 美國使用核武 所以中國也必須要思考 如果你美國第一時間使用核武 中國也會在第一時間使用核武 那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看能不能嚇阻住 美國不敢在第一時間使用核武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兩大國之間如果真的一旦交戰 那就是一個人類間最大的悲劇 也是人類間最大的恐懼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醫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醫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醫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折扣 再看一看 以興趣的計劃 農夫 兩級數目 在重新後 只會有幫助